这应该是库存的最后一套波波军团 名状的这四个里面 好像有几个是以前开出来过的 不过没什么关系 反正你们也不记得 这个哑铃肯定是有的 但是我不知道以前的那个是什么颜色 但说实话我都忘记它怎么变形的了 因为它伪装的太好了 这是手 头在哪里 我真找不到它头在哪里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就是它的头啊 那这是脚 这也不像啊 头在这里 两只手翻过来 腿部这个挡条往上翻 这就对了嘛 这个看起来很凶的机器人 背后有水滴的形状 加上这个头顶 这是壶嘴吧 还有一只圆滚滚的身材 这应该是个水壶 把手收紧 脸部盖住 腿部后折长起来 这个外形应该是一个水壶哈 但这个脸部为什么不遮拳 还漏了一点点出来 这个玩意好像是第一次见 有没有人知道这是啥 有点像那个电话的话筒 但是没有那个主机 有没有认识的朋友 它的伪装也有点瑕疵看 很明显露出了这是脸部吧 手往下翻 脚往下摆 我没看错的话 这不是一只狗吗 长得像有点奇怪的机器狗 等一下 还有尾外没弄出来呢 头部也可以抬起来一点 好吧 还是好丑 这个机器人的伪装 应该是一个多功能的工具 起屏器 螺丝刀 还有扳手之类的 应该还是挺明显的 双腿向内翻折 向上收起 手不压紧 猜得没错 就是一个多功能的工具 最后一个盲盒 一个粉色的方盒子 提手滚轮 应该是一个行李箱 这个以前没有开出来过 一个新东西 脸部 再往外翻出两只手 然后找一下腿 腿在这 这里应该要再往上翻一下 没错 一个看起来元气满满的机器人 最后问题来了 这个细口的伪装是什么 好 好